明明只是吃个饭 眼前这只小狗却要一遍遍地对着饭碗磕头 就好像在对着里面的狗粮说 私密麻塞狗粮酱 瓦塔西要开始吃你了哦 这只不停点头的马尔基斯 名字叫做星星 女主人说她从一岁开始 就养成了这样吃饭的习惯 面对主人提供的狗粮 她从不像一般小狗那样乖乖站着吃 反而总是先站在饭碗前 把狗头抬起右低下 一肩一下一下点在地面上 看上去就像是在不断鞠躬 通过中间穿插着探头到碗里的动作 才能时不时吃上几粒 虽然狗狗吃一颗狗粮就要鞠躬三次 一副小兽气包的样子看上去很可爱 但女主人还是很担心她的身体 因为狗子这种神奇的进食方式 已经持续整整七年了 其实刚开始主人还会试图用口令阻止她 但狗子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话 于是女主人每次都选择将狗抱起来 放到远离食物的地方 想要手动停止小狗的磕头行为 可惜狗子每次只能在主人怀里安静地坐一两秒钟 便又再次跑回狗碗前 继续着刚才边点头边吃饭的动作 甚至次数还会增加 看来要是不查清楚狗狗这样做的真正原因 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小家伙的行为 因此女主人猜测 狗狗会不会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在行动上受到了影响 但主人用了一段时间仔细观察后 她发现狗子在日常生活里 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异常 属于是白天玩的嗨夜里睡的香 完全就是一只身体健康的正常小狗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她还是让男友带着小狗去到宠物医院 进行了详细的体检 可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说狗子的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为什么会做出异常举动 比起健康问题 更有可能是狗子为了吸引主人注意 而产生的行为方面问题 为此女主人在客厅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并和男友一起当着小狗的面假装离开家 实际上两人则是躲在楼道里 通过监控观察狗狗的一举一动 然而没想到即使是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小家伙也依旧对着狗碗 做出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和平时一样从碗里叼出狗粮吃掉 看着小狗自己在家吃饭 也是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实在是让女主人感到又愧疚又担心 回到家后她想要补偿小狗 便拿出一根肉干撕成小块 并装进纸盘子里 打算留着让它慢慢吃 可让主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次狗狗面对盘子里的食物 选择了直接低头就餐 期间一次都没有做出点头示意的动作 很快就吃光了一整盘零食 女主人在看到小狗的表现后 心里感到更加奇怪了 既然她可以正常吃完盘子里的零食 又为什么唯独对着碗里的狗粮不停点头 男友说会不会是因为现在吃的狗粮她不喜欢 或者是因为不爱用现在的碗 所以用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为了验证这些猜想 她专门买来了许多不同品牌的狗粮给狗子尝试 然而无论主人再怎么更换狗粮的种类 小家伙那古怪的吃饭仪式 还是每天都照常举行 排除狗粮的问题后 女主人又准备了各种材质的狗碗 首先用之前放零食的纸盘子进行测试 可小家伙的行为和之前并没什么不同 再后来即便主人又将狗碗换成了塑料材质 甚至是不锈钢的 小狗也完全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无论对哪个餐具 都依旧保持着一样的用餐方式 这一下就连主人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好向节目组发出求助 请专业人士来帮助自己查清小狗的问题所在 第二天 专家受邀来到了主人家中 星星也摇着尾巴欢迎了他 随后还当着他的面 亲自掩饰起了自己是如何吃饭的 而专家在仔细观察过小家伙的行为后 先是提出了一个猜测 他表示狗子在用餐食的动作 和犬类试图将食物埋在地里时 用鼻尖去推动土的样子很像 所以他们可以先验证一下 狗狗是不是想要将食物藏住 于是专家让主人取出一块布拿在手里 然后趁狗狗吃饭时蹲守在一旁 抓住狗子低头的时机 将狗粮用不完全遮盖起来 以此观察小狗反应 而当食物被完全遮住的同时 小家伙先是焦急地对着狗碗转圈 不停用爪子在地板上躲来躲去 紧接着又突然开始点头 专家告诉主人 如果小狗的目的是为了藏食物 那在狗粮被盖住后 他应该转身离开饭碗 像现在这样不停地晃动脑袋 可能是他处理不安情绪的下意识行为 也就是俗称的刻板行为 在专家的提醒下 主人们同时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狗狗在一岁之前 是和自己的妈妈一起生活的 但狗妈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 总会对星星非常警戒 甚至不允许他靠近狗粮附近 导致他连吃饭都要看颜色 甚至总是要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去偷吃 专家听后觉得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才让如今的星星一看到狗粮 就会保持着过度紧张的状态 总是通过无意识地低头抬头 来缓解心中的压力 主人也没想到 自家小狗一直以来的怪异行为 虽然是因为狗妈妈护食而造成的后果 不过如今狗妈已经不在了 而他们也好不容易知道了问题原因 当务之急 还是在于该怎样去调整狗粮的心态 让他以后不再因为看到狗粮而感到焦虑 专家说目前首先要做的 就是尝试打破他的下意识行动 他先让主人将狗粮放在狗粮面前 只要小狗在过程中感到紧张 表现出想低头的动作时 主人就立马拿走他的食物 从而切断不安的来源 当女主人举起饭碗时 星星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 在听到主人坐下的指令后 虽然有些犹豫 但还是选择了服从 等到他做好了 女主人才把饭碗重新放回了他的面前 专家表示 要想改变小家伙长久以来的习惯 肯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但只要坚持给狗狗进行这个训练 狗子自己会慢慢明白 只要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上食物 紧接着专家又给出了进阶方案 先前小狗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从而产生了用头点地的动作 所以主人可以通过给狗狗制造一些小困难 让他自己想出别的方式 用来替代先前动作 为此主人准备了专门的抑制玩具 将狗子爱吃的零食藏在里面 然后送给他玩耍 没想到狗狗虽然脑袋不大却很聪明 只是闻了闻以后 就果断抬起小爪子拨动遮挡物 觉得不够还直接上嘴帮忙 很快就掌握了正确玩法 把一盘子临时吃了得七七八八 主人一直在旁边看着小狗努力模样 相信这种小小的成就感 也会逐渐增加他的自信心 让他能够更好克服从前阴影 最后主人还重新购买了一套狗狗餐具 将狗子的饭碗放到碗架上 避开从前的低头动作 食物也暂时变为定点定量供应 这样就可以完全和以前的用餐模式区分开 让小狗能够更加快速走出过去 要是没有专家的到来 普通人真是很难想到原因 好在主人的爱和照顾无微不至 一直在试图帮助小狗做出改变 如今有了更加科学的训练 希望小家伙能够尽快忘掉从前的不愉快 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快乐小狗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